您是不是感觉在复杂的社会里自我已经渐渐的迷失了呢? 在长期社会化的过程中,我们为了被周遭的人所接纳, 渐渐学会了抹灭自己真正的声音,掩饰自己真正的感情。 口是心非久了,就连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体会了, 而且也失去了辨别事物真相的能力。 我们真的甘心情愿只保留外表的躯体而丧失心灵真正的自我吗?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教导我们找回真我的方法。 我相信呢,周遇一定不会承认,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, 你一定说我是我啊,一定不会相信,说根本不知道你是谁, 大家不会相信,因为从小长到现在, 人家都叫你这个名字已经叫官了, 你自己也觉得这个就是我,我就是这个名字啊。 其实自我呢,第一,我们根本不知道自我是谁, 因为从小生起来啊,就被外在的环境所占有的, 我们举例子,让大家诸位想想看啊。 我们一生起来,自己是头脑里是没有知识,没有修文,没有记忆的, 然后呢,渐渐地渐渐地会遍避, 是我的名字,形象, 以及呢,现象的好坏, 那,多少,这些东西都是后天的学习, 然后呢,价值的判断, 就是说,对我有好处,有不好处, 对我好不好,谁是爱我的,谁是不爱我的, 我是喜欢什么的,我不喜欢什么的, 这些呢,都是后天啊,出生之后, 渐渐地渐渐地啊,养成功的, 不是出生的时候,已经呢,知道了的, 但是,我们现在考察一下, 我们所认为所谓的我,或者是你自我, 究竟是什么, 一定说,这个身体是我啊, 我的家是我啊, 我的头脑想的是我啊, 我的能力是我啊, 还有呢,我的财产是我啊, 还有我的家里边, 我的太太,我的先生,我的孩子, 都是我的, 其实我告诉各位, 这一些呢,最后点出来一个, 就是我的, 只有我的,没有我, 这个身体是什么, 是谁的身体啊, 是我的身体, 谁的思想啊, 是我的思想, 谁的观念呢, 是我的观念, 谁的判断呢, 是我的判断, 谁的草票, 是我的草票, 都是我的, 我的, 都加上我的什么, 我的什么, 没有我在里头, 嘿, 现在有好多人有白头发哦, 白头发是谁的, 我的一般的头发, 这不是我, 眼睛老了, 就是老花言, 谁的老花言, 是我的老花言, 这都是我的, 那我在哪里呢, 没有这样的东西, 我告诉你, 因此呢, 我们呢, 就被, 在屋子的环境呢, 牵着鼻子走, 自己呢, 就变成了, 外在环境的, 努力, 而自己还不知道, 自己呢, 又可又笑, 又欢喜, 又恶闹, 这个究竟是我呢, 还是为了我的, 都是为了我的, 没有一样事情是为了我, 而多愚蠢, 你看一看, 这是为了我的, 又不是为了我,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愚蠢吧,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, 真正的自我, 究竟在哪里, 真正的自我, 有, 能够, 主宰我们自己呀, 向东, 而不会向西, 主宰我们的头脑, 念佛, 而不会骂人, 主宰我们的双手呀, 去拜佛, 而不是杀人, 去救人呢, 而不是打人, 这能够啊, 自己做得了主的, 主宰我们自己的心, 叫他称起惭愧心, 不要用骄傲心, 叫他有谦虚的心, 不要有自大狂的心, 能够主宰自己的话, 你这个就是自我, 这个是我们呢, 从一个无法主宰, 无法掌控的情况, 而变成了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, 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身心的活动, 能够啊, 拆遣, 调配, 控制, 我们自己的身心的活动, 这个是什么, 这是自我, 这个, 我们讲的是什么, 我们呢, 往往是受到环境影响而转变, 那个环境而不是自我, 因此, 我们的自我的建立是要靠愿心的, 依靠愿力的, 一般的人, 随波作流, 随着环境而动摇, 那是随一力而转, 我们这个一力呢, 是从过去世, 无量世, 一生一生造的, 三二一, 而现在得到的一些结果啊, 我尽量的呀, 尽心尽力, 做自己能做的, 学自己应该学的, 做自己应该做的, 尽量的付出, 而不断的修正自己, 这个就是找回自我的最好的方法, 诸位听了以后, 相信诸位一定能找回自我的, 但是如果不用这个方法, 那你就是变成了随波作流, 变成了孤魂野鬼, 就是啊, 随着风再转, 什么风啊, 环境的风怎么动, 你就跟着怎么动, 这个就已经不是自我, 而那是背着环境的附属品, 而你不是啊, 来转变环境的人, 我很, 我相信呢, 谁都不希望自己变成个, 环境的附属品, 所以希望大家, 祝福大家能够找回自我, 那是周春天吗? 我认语了好,